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盘中已经做突破了 那突破我就跟会员讲 我说我们两个多礼拜没有买股票 我们开始要买股票 那我们今天买的是 中框店 那这股本也很大啦 我也不怕你知道 我向来我做节目就是 不遮遮掩掩 反正今年已经第19年了 看我节目的人 会挺我的就是会挺我 不会挺我的我也不会有意见 我们不需要大多数人的 一定要什么同意 什么按赞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想做我自己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怎样 也许有人说 我喜欢跟人家合群 喜欢去追那个AI 看A就会爱不 那其实也无所谓 你像前一阵子 追那个全市场 追那个探权的股票 不是追华子就是追农林 你去看不到一个月 它现在已经跌到起掌点 跌到起掌点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讲的是这个啦 这个没 你看一个月 339变成22 33变成22 23 是不是都跌回七张点 没有人跟你讲探权的股票了 那你说老师 那今天军工的股票在涨 宝衣啊 汉翔啊 开盘也涨停板 陈田啊 那也都在涨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那个股票已经炒过头了 现在哪不出基本面出来 他就打回原形 他就打回原形 你看他保一就好了 最清楚啦 一路跌 69块 跌到42 融资已经断头了 断头完今天才开始反弹 断头完才反弹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啦 那接下来你怎么做 你说老师 今天是823的纪念日 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不太想多做批评啦 那就是 台湾人哦 六十几年没打仗了 大家要有那个危机意识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一代刚好 出生在太平年代 打开中国历史以来 五千年的历史以来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打仗了 你自己去看 看我有没有乱讲话 大家好要珍惜当下 大家好要珍惜当下 我没有说谁做的好 谁做的不好啦 我只告诉你要珍惜当下 那今天关键战报是涨了139点嘛 那今天是涨台积电 今天AI的股票就是有涨有跌啦 那让指数供了 供上去1万16583 那我跟你讲 这个盘你只要看 我把它放大来看 我就跟你讲 它是一个灵形嘛 它在今天这根长红 还没出来之前 是一个灵形嘛 对不对 那灵形的话 灵形的高点就是这个点嘛 就是16583 今天有看到16588 所以我开始买股票 不是在那边乱搞 因为我知道有些老师 为了要做生意 他为了要活下去 对不对 为了要持续表现出 他比巴菲特还要神的绩效 他每天都要买股票 他每天都要介绍涨停板的股票 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样子对吗 这样子合理吗 你有这么多钱吗 还是说什么 那个完全没有合理性 所以市场会很看不起 我们做头顾老师的这个行业 这很合理 因为像我这种清流 太少了 凤毛麟角 今天晚上 灰达的财报 要公布 好跟不好 大家自己看着办 我是没什么意见 那最重要的是 后天 后天 那个全国 全球的央行年会 Jackson Hall Jackson Hall 那个 巴尔要出来讲话 他会讲什么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注意 那热门股这边金元电 金元电银广系统 今天是三档股票都超强 但是我是讲 这个也涨多了 这个转亏为盈 它也涨不少了 这个换了董事长 涨了50% 我建议你三档都不要追 你说老师 你为什么那么奇怪 强势股市那三档 三档都不要追 我都讲得很清楚 你像前两天 我就跟你讲利特 你不要再追了 连续涨了六七天 你不要再追了 今天啪开盘涨零板 结果收盘跌停板 一个都跑不掉 老师 老师这股票超强 我跟你讲 是不是超强 你是不是要卖点 你去看前两天 我讲的节目 你就很清楚 我就说 我前天收完盘 我就请你隔天早上 你要记得卖 你看隔天卖 你都还可以卖在高点 今天一拉上去就打跌停 这跑不掉了 我跟你讲 跑不掉了 多少人跑不掉 当然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这样分析 这样子对不对 我说 我有给你预告风险 你不愿意承认的话 不愿意去面对的话 那就算了 本来就是一个参考而已 就只是一个分析而已 对不对 那你节目看久 你就知道说 我在帮你减少闯祸的几率 就这样而已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是我无限的功德 你懂为什么 我没有收你做会员 没有赚到你的钱 这没有关系 但是我做了无限的功德 我用我的专业 去帮你减少犯错的几率 这是你看节目的目的 那不然 对不对 发大财 发大财你要去办民进党党政 国统 国统这档股票 看到四字投之后 准备下去看二字投了 就是这样子 那我有没有叫你卖 你自己看 其他我就不跟你多讲 那今天买的是中光电 中光电这家公司 好公司 那你说老师 那你不看好力特看好中光电 我说对啊 中光电都没涨 中光电都没有涨 那整个局面的话 我是给你看啊 你看嘛 他是足了一个四个月的底嘛 对不对 明天只要过这个高点 59 795 过了就上去了 这长红了 这一定是长红了 那我只跟你讲 今天有人已经下去了 有人下去买了 因为量已经出来了 明天过量就出去了 那几帽 几帽今天盘中啊 演了十分钟的好戏 那最后还是收小红 那多多我也不跟你讲 我说我看好就是看好 我不怕你知道 那由于今天是8月23号 我们有一张特定的股票 要告诉你 要给你好好的回顾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张股票是6547的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呢 前两年看那天收盘是350 我说蔡英文总统带头打疫苗 对不对 赶人做予赶人打 明年迟迟给你普渡 刚好那天8月23号是普渡 普渡 隔年 2022年8月23号 一年之后 作季哦 作季啊 死也作季嘛 370变成130 370变130 你说 哎呀老师 怎么会这样 笑看政治政客在操作 来今年 今年连续7个月挂龄 370变成62 370剩下62 我说塔绿班好棒棒 你看哦 股票市场的奇迹就是 一家公司哦 他可以7个月营收 全部挂龄 还有60几块 那明年会剩下几块 平均一年跌50%嘛 对不对 370变成130 130又剩下62 62 那明年剩下多少 哎 你要去想 如果明年 是别的阵营 不是塔绿班的人 当总统 高端疫苗的案子 清算下去 你觉得这家公司 剩下多少钱 我已经跟你讲 不要去碰 最后的下场会很难看 那你要上天保佑哦 因为有些人还是会说 我就是喜欢啊 我就是喜欢 我就是喜欢人家讲 用爱发电啊 怎么样 你去看南部的那些农田 被搞成什么样子 你去看那些国有财产的 台塘的地 被搞成什么样子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有国有民啊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态度 你说哎 老师我跟你讲啊 我其实我很想赚钱啊 怎么样 你很想赚钱 你就跟着我来 你就跟着我来 看电视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我俩数位平生啊 数位平生啊 我只能帮你减少 你犯错的几率 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装睡 叫不行 这很正常 我也不会怪你 我也不会 我不需要怨对你啊 反正喜欢你就跟着我来 那我还是告诉你 用对方法找对人 有时候时机很重要 这个行情开始做指纹之后 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不好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